285 大公報 走進吉林考察吉林投資吉林一回一 活動風石成果狀力吉林經濟發展 2015年7月14日吉林專題B11B18高月飛逢與金旅盛夏 吉林 綠樹農任 千旅套芳 全國工商聯11屆六次常委會議日前在吉林省成功舉辦 其間 吉林省和團國工商聯聯合舉辦了民企吉林行活動 一回一活動 是吉林省在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仍來的一次引之成現 對於吉林省而言 重大項目招商 既是從經濟發展新上態下速轉型 穩增長的現實要求出發 長遠而言 更是關乎推動結構調整 謀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戰略部署 一回一活動 為吉林省民營企業謀求跨區域合作發展 創造了黃金基於吉林省要在新一輪振興發展中成功轉型 必須要補償民營經濟者一短板 而老工業基地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的發展空間和缺口 更需要積極引進重量級的項目 以一回一活動為僑良 一方是吉林省手握一批極對發展前景的產業項目 另一方則是渴望尋找優勢投資渠道並擁有充沛資金的資名 請企業家、投資商雙方在資金、項目、理念等方面全方位通聯 必然產生催化效應、實現雙贏 高月飛逢與今旅6月25日 此次一回一活動的重投棄民企 吉林行投資說明會企項簽約儀式在吉林省省會長春市隆重舉行 此次全國工商聯108位常委企業家中有96人出席了一回一活動 常委到匯率創歷史新高 而包括全國工商聯負責人 民間商會代表與吉林省各市、州、縣、市、區、國家級開發區負責人 及致名民營企業家代表等650餘人則共同出席了投資說明會 吉林省通過一回一活動成功簽約了一大批重大招商引資項目 在民企吉林行投資說明會企項簽約儀式當天 57個代表性項目簽約 截至目前吉林共簽約677項 總額4711.2億元 此外 還有協議和意向項目600餘項 總額8000億元一次次落筆 代表投資項目落地3斤 一早早簽約額 張顯夫與一回一活動對吉林省經濟發展的價值 全國政協副主席 全國工商聯主席 中國民間商會會長黃茵敏在會上致辭 說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兩會期間在吉林代表團參加審議時發表重要講話 對吉林省發展提出了欣切期望 為吉林在身上替下的轉型發展增添了強大動力 李克強總理此前也在長春市主持召開東北3省經濟工作座談會 提出東北要堅持在改革開放中實現上個新台階的振興目標 全國工商聯此次舉辦民企吉林行活動 是吉林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 李克強總理還要講話精神的新舉措 是推進吉林新一輪振興發展的具體行動 王一文表示 吉林省一直高度重視民營經濟的發展 衝心地希望廣大的民營企業以這次民企吉林行活動為契機 走進吉林 尋求商機 深度對接 共謀發展 吉林省省省長蔣超良代表吉林省委 省政府和省委書記巴欽潮佬 向全國工商聯和企業家長期以來對吉林的關心和支持表示感謝 蔣超良指出 在全國工商聯的指導幫助下 在各位企業家的大力支持下 民企吉林行活動取得了明顯成效 先後有一大批知名民企走進吉林 考察吉林 投資吉林 全國工商聯常委 執委企業和資名民營企業 還在吉林省投資興建了很多大項目 好項目 對吉林省穩增長 調結構 速轉型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蔣超良說 當前 吉林正在調整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 面臨國家實施東北新一輪振興的重大機遇 正在釋放新的發展活力和動力 吉林省蠟燭自身優勢 加快產業轉型升級 再造大造強汽車 石化 農產品加工等支柱優勢產業的同時 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做好有中生新和無中生有兩篇大文章 加快培育新興產業 突出發展以互聯網家為代表的新經濟 新業態 新模式 打造新的增長點 此外 吉林省積極推進基礎設施建設 緣邊對外開放 生態環境保護 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工作 並結合編制十三五規劃 謀劃實施一批重大項目 完善項目建設庫 項目儲備庫 希望各位企業家以此次活動為契機 深入吉林參觀考察 投資合談 了解吉林的獨特優勢和發展潛力 推動務實合作 促進更多項目簽約落地 中心推進一回一活動速項目合作 輸入能量全國工商聯至2011年起連續在 吉林省舉辦民營經濟發展論壇等活動 此次又選擇在吉林省開展民企吉林行活動 為得民營經濟發展創造了難得的機會 全國工商聯擁有100多萬家企業會員 其中包括相當具規模的常委、執委企業 以及致名民營企業 如此巨量的資源 一直是全國各省市地區極度稱來和關注的焦點 全國工商聯常委會議規模大、層次高、影響廣 爭取會議落地、把這個群體的目光轉向吉林省 以吸納巨額的資金、大體量的合作項目等 是吉林省實現提速換黨、彎道超車不可或缺的能量 吉林省把一回一活動作為加快專方式、條結構、 突出發展民營經濟的重要握手、 其積極者作者寫重要資源、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和擴大招商引資 搶渣東北老工業基地新一輪振興戰略機遇 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為了牢牢拿著並充分利用這一機遇 吉林省早在一年前就開始精心謀劃 籌備和組織實施民企吉林行活動 省委書記巴欽潮魯、省長蔣超良親自向全國工商聯提 出申請,分管省領導反覆多次付全國工商聯溝通協調 一回一活動最終化落吉林 吉林省立即把一回一活動列為全省各級政府的一把手工程 高委統籌調度,提前謀編佈局 有的放此開展的大量前期準備活動 可以說,這三天會議日程的圓滿成功 背後是一年零三個月的精心籌備和對接 黨政班只負責人不僅親自率團附長三角推動重大合作項目 而且還先後五次對一回一活動做出強調 批示、制定路線圖、時間表、納入職後巧合、列入黨政工作要點 在全省掀起了大招商、招大商的工作易潮 吉林省委書記巴欽潮佬、省長蔣超良先後多次回見阿里巴巴、 全花、萬向、月星等一批知名民企高管並達成廣泛合作共識 2014年5月上海阿信峰會期間,巴欽潮佬親自參加吉林省 推進場吉圖國家戰略經貿合作交流會 今年2月,巴欽潮佬和長超良出席在上海 舉辦的長三個區域致名企業投資吉林推進會 會想與參會的40位大企業高管進行深入交流 簽約43個合作項目,合同引資額達1,113億元 吉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偉均在3月率隊赴北京、上海和杭州 以1對1、點對點的形式走訪了部分全國工商聯常委企業及知名民營企業 活動期間,先後與進商聯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 18戶全國工商聯常委企業及國內知名民營企業廣泛接觸 合談各方圍繞農農副產品加工、文化產業、大健康、旅遊、電子、 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領域共推動21個合作項目 總投資額417.3億元,購門招商謀或合作足朝隱奉安商 從商在省級領導班子的帶動下,市州和各部門紛紛行動起來 長春、延邊、吉林、四平、白城等地都在重大會議上 對如何推進1回1活動進行部署,各地市州2項目為握手 以全聯常、執、委企業、直屬商會和國內知名民營企業為重點 分區域、分步驟、有計劃性地點對點、一對一合談對折 結合根林省優勢、深入謀或包裝一批人靈性、創新性、成長性好的大項目 長春市為吸引更多實力強、層次高、影響大的國內著名 民營企業戰略投資者、成立了民企吉林行活動工作推進組 在全面摸清全國工商聯國之名民企投資領域的基礎上 高標準、高質量地謀或包裝了一批重大產業項目、重大民生項目、重大混合所有制項目 以及重大科技成果轉化創新項目、下大力氣紮實推動 黨政主要領導率對付經與全國工商聯常委企業對接交流、推介城市轉型升級的重點項目 先後再建設正月總部基地、二道區電商物流園、寬城區商業中合體和樂園區城鎮化改造建設等項目上達成了合作意向 吉林市各級部門走出去招商先後有近400人次、合談推進了中新食品區、旅遊文化和智慧城市等一批重點項目 其中最驚喜的收穫則是經過屢次考察和互訪心談、中文頭與吉林市 簽下了頭建通航項目的框架協議,以引入空客直升機某一機營生產線 在吉林市建直升機組裝、公務機維修和運營基地、總投資25億元、通化市由市領導帶隊 參加了諸三個經貿交流、香港知名企業家吉林行、台灣億在會項目對接企座談交流 敏襄佐吉林、吉林省赴台灣經貿交流等專題招商活動 組織了九十多批次小分隊吩咐廣東、福建、上海、浙江、江蘇、湖北、湖南、北京、山東等地開展多種認識的點對點 時對時、人對人的購門招商、主動與發達地區知名商協會溝通交流 以點大面、擴大成果、拜訪了六十多個知名商協會、從中篩選了三百多家有實力的知名民營企業建立了聯繫 四平時超前謀劃、以加快轉型升級、創新發展為主線、拼氣廣紮網多捕魚 選到男子就是蔡的招商理念,將重點放在招引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小、環境污染輕的經濟環保營項目上 收集整理四平五大優勢和五大商機的相關數據資料,摸清招商引資工作底數 提高對接民企的針對性,圍繞三大主導產業和五大優勢產業 突出十大工程和特色園區建設,全市共謀劃包裝了二百七十八個重點招商引資項目 吉林省各地派出一批批精兵強將,共走訪,對接之名民營企業九千六百多次 走出去對接之名民營企業一千九百八十一戶,請進來考察對接一千四百七十七戶 陸續推動一批重大項目由意向轉為協議項目,由協議項目轉為簽約項目,由簽約項目轉為開工建設項目 封石的招商引資成果是對吉林省紮實工作的封口回報 一個個大項目,好項目勾勒出吉林省各地經濟轉型發展項目建設方面的新圖景 確保項目進展發洽活動效應好的項目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是助推產業升級的發動機,是增強發展後勁的助力器 而從吉林省此次各地簽約項目看,圍繞支柱產業加大科技創新、延伸鏈條的項目多 戰略性新興產業項目和現代服務業項目多,發揮吉林省生態資源優勢的合作開發項目多 這些項目的引靈性、創新性、示範性或成長性特點非常突出 別將對我們往增長、條結構、速轉型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正如吉林省省長蔣超良在簽約儀式上致詞所言 可預見,這項目搭產後,別將推動吉林省產業優化升級 增強長期發展後勁,使之在側邊基礎上仍來新一輪振興中的更大發展 對於吉林省而言,這些重量級項目簽約緊緊一回一活動 對全省經濟社會發展有力推動的開端 為了確保用足、用活一回一活動的成果 真正實現這些重量級項目提供和創造的價值 吉林省上下來不及評報欣賞火紅的成績單 為了跟蹤服務項目落地三根,提升資金到位率 全省上下已開始了新的精程,不看異向,就看落地 不看簽約數字,就看建成數量,確保項目早落地 早開工、早投產,做到朝一個、落一個、成一個 全面提高項目利約率、開工率、資金到位率和投資強度 民企走出去經驗談近年來 全國各地的民營企業走出去步伐不斷加快 總體數量和投資額度逐年增加 民營企業以其靈活的發展機制 民間色彩和互保性強的優勢 逐漸成為中國實施走出去和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力量 吉林雖然是內陸省,但在互聯網家時代,在中國製造2025時代 吉林和沿海地區面臨同樣的機遇 在很多方面吉林有自己獨特的競爭優勢 國家特別指出要在東北地區開展民營經濟發展改革視點 創新扶持模式和政策,壯大一批民營企業集團 可以說,吉林正成為民營企業投資興業的新選擇 在全國工商聯民營企業走出去會議上 工商聯邀請多家企業進行發言交流 在民營企業發展走出去方面具有豐富實踐經驗和先進理念的 深圳海王集團等企業的負責人在會上介紹了企業的發展經驗和感受 其中不乏值得本地企業者禁的發展量冊 更為吉林省上下提供了不少發展民營經濟 扶持民營企業的對正良方 海王集團董事長張斯文,創新商業模式打造千億規模健康產業 中國醫藥健康產業的骨幹企業 深圳海王集團投資吉林省賣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吉林省建設東北地區重要的健康產品研發、製造中心 居食,該項目佔地27萬平方米,總投資21.2億元,年產值150億元 今年四季度將建成投產,在全國工商聯盟企業走出去會議 海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斯文介紹了 海王集團走出去的實踐經驗和企業的發展方向 張斯文表示,目前,國內市場對健康產品的需求入益旺盛 但健康產業的發展卻呈現較為混亂的形勢 各十個百億規模的健康產業研發和製造基地 打造海王集團千億規模保健品產業 其中北方基地正是選在吉林省吉林市 深圳海王集團作為在國內醫藥產業領域 具有全產業鏈競爭優勢的大型企業集團 其商業行動一直是業內關注的焦點 此次海王集團選擇在吉林省投資 也從側面印證了吉林省的發展機遇和空間 經歷了吉林日新月異的變化 感受到了吉林在招商引資和配套服務上的巨大進步 正如張斯文所言 這兩年海王集團在吉林投資建設了幾個大型項目 在項目實施過程中 企業能夠充分感受到吉林省各級政府部門 全心全意謀發展的信心、決心 以及全心全意為企業服務的意識和行動 張斯文的發言導出了與會眾多民營企業的心聲 可以說,特別是對於大型民企的決策者 當家人而言,政府者眾安商 從商的理念與行動就代表了理於民營企業發展的肥屋土樣 對於民營企業來說融之難、融之貴問題 張斯文也提出了企業對地方政府的期待和信心 吉林省將實施100戶企業上市賠儲和300戶中小企業融之服務工程 這無疑及民營企業發展注入了一記強心針 作為中國醫藥健康產業的骨幹企業 海王集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看好吉林的投資環境 將要和吉林開展深層次、全方位的合作、推動更多的項目 特變電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新、全球輸送電力建設技術和服務 作為中國民營企業走出去戰略的一個縮影 特變電工得益於國家實施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業合作、 周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重大戰略 以托在書變電產品自主研製世界領先的比較優勢 加快走出去戰略的實施、經歷了由製造業向製造服務業 由國內向國際、由單機製造向系統集成 再度中國電力標準全面輸出的轉變 成功把中國電力標準運用於一帶一路 原線國家的電力建設、把節能化、智能化、 自動化的電力技術和經驗輸送到全球各地 打造了中國重大裝備製造業的世界品牌 實現了由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 由裝備中國向裝備世界的新跨越、經濟發展、電力先行 2015年,特變電工將拿著中國資本走出去的歷史發展機遇 將國家優勢產能和裝備打造成國家新名片 依托中國在全球領先的發送和配送電力技術和 特變電工在全球電力、電網建設已經形成的品牌影響力、 系統解決方案的能力,繼續圍繞中巴經濟走廊 萬中印免經濟走廊非洲山網一化國家戰略 通過一系列服務當地的民生、民心、民意工程、 把在能源電力領域積累的成功經驗、 向周邊國家共享和輸出、打造各國經濟發展的升級版 使電力絲綢之路成為連接中國與周邊各國團結互信、 合作共贏的重要紐帶 復星集團副總裁李海峰 中國動力價接全球資源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二十年黃金時期裏 復星集團作為土生土長的上海本土創業企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 復星的國際化開始於2007年在香港上市 如何與全球最好的投資機構在國際舞台上? 一個本土創業企業肯定是不救的 但復星集團深知自身的最大優勢就是 背靠龐大的中國市場和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 因此提出了中國動力價接全球資源的全球化思路 海外投資中光去尋找那些在中國市場份額比較小的公司 投資後幫助他們拓展中國市場業務及全球業務 截至目前,公司在全球已經投資了超過四十個項目 探及復星集團的發展目標 李海峰表示,復星集團現在一時想成為一家以保險為核心的綜合金融集團 二是要打造一個根植中國擁有全球產業整合能力的全球投資集團 這樣,一方面保險公司自身的業務運營為企業帶來了穩定的利潤來源 同時,企業核心的全球投資能力與保險資金尤其是保險浮存金相價值 又大大提高了保險公司的投資回報收益 也降低了復星全球投資的資金成本 再不斷增強沒有公司資本實力的同時 企業還針對金融企業的投後管理制定了相關原則幫助企業確保投前 投中和投後的整體和各體相安全 吉林通用機械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李吉寶 以海外並構促中國製造作為一家專門從事汽車零部件研發和生產的企業 吉林省通用機械有限責任公司是一氣大眾和上海大眾機械加工能力最強的供應商 公司從2010年開始提出並實施走出去戰略 先後收購了兩家歐洲企業在中國創立合資公司 走出了一條以海外並構促中國製造的發展道路 作為企業決策者 李吉寶心知企業要獲得長遠發展 就必須掌握核心技術佔領高端市場自主營發 還是走出去進行企業兼併?兩個選擇擺在企業面前 最終,用廠市場的通用機械選擇了海外兼併 李吉寶表示,當今企業間的競爭 不再是簡單的大魚吃小魚,而是快魚吃蠻魚 兼併不僅可以降低研發成本,還可以極大縮短研發時間 李吉寶將目光鎖定了德國海薩公司和法國師 E.E.F.G.公司,通過多次談判商討後 完成了對兩家公司的收購,再引進其技術的同時 也掌握了公司的客戶資源,順利進入德國布的採購系統 正式通過這種獨特的商業模式,通用機械完成了 旅誌和旅誌段無配技術的國產化佈局,實現了國外先進技術的人進、消化 並通過智能化和自動化改造,超越了德國技術,成為世界最先進的生產線走出去戰略的成功實施 福建豐益慶坊有限公司董事長潘勝全,突破困局走出去發展全州服裝鞋服企業 在國內外擁有很大的致命到和影響力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市中小型的服裝企業受到了嚴重衝擊 前有關稅迫累的壓力,後有東南亞地區的低成本競爭 企業處於不上不下,又不得不向上前進的尷尬時期 倒逼企業走出去到東南亞投資設廠,通過在簡報債投資 企業不僅完成了產能轉移,而且給企業轉型帶來了實實在在利益 一是獲得了勞動力成本和關稅成本優勢 二是實現了國內外產業活補,把利潤和稅收留在了國內 三是將走出去發展取得的利潤投入到國內新產品設計 研發和智能製造的能力,推動產業從低端、低負價值向高端 高負價值的升級,提高產品的美語到 穩定了國際客源,再走出去的過程中 企業體會到紡織企業走出去需具備的四個要素 那就是,一是自身內工要好,要有軟件商與生產流程匹配的 折復生產管理系統,網絡軟程管理系統 硬件上要有國內國外審查基地,智能製造設備作為支撐 二是產業鏈要盡量完整,把控生產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 做到生產不停頓,交貨能及時 三是生產訂單要持續,要有一批優質的海外客戶作為支撐點 提高穩定的訂單,四是要有豐厚的資金支撐,保證生產周期 四是千萬元與主要最後,要有蛇 hypotheses 一旦到說:「今次壓到最愛的精神可數足原理系統